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有大批的留學生回來香港避世 只不過當中有些人的品德真的非常差 有網民踢爆 有留學生竟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Instagram的限時動態那裡 展示出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很明顯就看得到 它是拿著自己脫下來的手帶 而且那個Caption就寫著搞觸整日 這些很明顯就是賤格的行為 人家就佩戴了手帶給你 你就安安分分留在家 為什麼在十四天完結以前 你就要把它脫下來 你搏什麼呢 是不是要在社區走來走去 害人呢 你本身就已經從一些高危地區回來 有一點自重 有一點道德 是不是 至於另一名的留學生 就更加之離譜 他竟然在Instagram的限時動態當中 提供了側的教學 教別人怎樣來規避監管 他就說 只需要把手帶剪掉 然後連同下載了監管Apps的那部手機 一起放在家就行了 後來他還上載了一些外出吃車仔麵的照片 你說這些人是多麼得戚才行 這兩宗的留學生事件 其實也是揭示得出 特區政府來搞這些電子手帶的措施 是名存實亡形同虛設 根本上就沒有監管作用 這就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 自己也承認是有漏洞的 他就說如果事主剪斷了手帶 然後把手帶和手機放在家 當監管Apps振振機 要求事主去拍那條手帶的QR Code 只要你家裡找到有人幫你 那個事主就可以隨意外出 你便是變相承認了 這個措施是廢的 你這個電子手帶是廢的 到最後你也是依靠人類的道德和治律 那就是沒有作用 如果人類真的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這個世界不需要有法律 你一煞昂的做這套東西 你自己也承認是有漏洞的 那你如何去堵塞漏洞 有沒有補救的辦法 一律不回應這些問題 那就是沒有 你搞這套電子手帶出來 很明顯就是為了塞住市民把口 而不是真的做防控工作 就告訴市民我們特區政府有做到事 有引用這些高薪科技來協助防控 你是失敗的 你是沒用的 我告訴你 當有一隻二隻這樣的樓學生 他既然可以放在Instagram 告訴別人怎樣脫掉手帶 怎樣規避你的監控 有第三第四個 他做完之後不放在網上 你就不會知道 是不是 而且這些樓學生大部分都是 十多歲二十歲出頭 怎麽會不惹性的 你都會失望的 見到人做他自己做一份 你管得到嗎 你的垃圾特區政府 從一月開始叫你全面封關道 現在都不肯做 所有非香港人 從即日開始就要禁止他入境 是不是 還來香港托嗎 是不是 至於香港人又怎樣 是呀 基本法賦予了他出入境自由 你就回來 你特區政府見到有這麽多空子的酒店 你可不可以精用這些酒店 叫他們騰空整間酒店出來 反正你都沒有生意做的 你就專門接收這些人 叫他入酒店睡睡14晚 自廢睡14晚就可以了 那就天下太平 是不是 他有什麽事都在酒店出事 那麽不會影響到社區 這麽簡單的事你都不做 完全就不做 一點你都不去做 當市民說的是廢 當市民給的建議是廢 專家是廢的 完全就說沒有可能性不做 這些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是你自治範圍的 這些不需要再請示一下 你老闆真是 什麽你都說得出 整班廢官容官 在這裏做什麽 四十多萬三十多萬一個月 這麽簡單的一個雷聞 都能想得到 是不是呀 到現在這一刻你還任由那些人入境 好了 去到昨晚還有一班大陸客 就經由機場口岸下機 你入境處做得對的 不讓他入境 因為你說這班過境的旅客 只能夠有七天的限期 但是你入香港境內 就要進行十四天的閉關 所以你不讓他入境是對的 接著這個機管局 就說安排一部專車 送這班人 去到深圳灣口岸 放他們出境 因為這班人在機場 示威 抗議 好了那你有什麽辦法 可以避免得到這班人再來 就是實施所有非香港人 不可以進入香港境內 那那些航空公司就懂得做 就不會引起混亂 別人沒有責任幫你去看這麽多東西 總之一句說話 你說所有非香港的居民 不能夠進入香港境內 所有轉機的旅客就拜拜 你就叫他自己坐飛機去北京 去天津 去上海 去廣州 那人有什麽 這麽簡單的事你都不去做 一尾就說不行不行 今天那隻業樓還跑出來說不行 因為如果把這些客人 都排除了的話 就會使得那些航班大跌 在外地的滯留香港人 就回不了 回不了就不要回了 傻子 全世界危險 現在這個時刻你還跑出去 你後果自負 是不是 你業樓這些不知所謂 還說做行政會議成員 真的強差人意 這些表現 垃圾 好了說下另一件事 都是關於機場的 目前所有抵港的旅客 都要做測試 昨天馬例化驗室 負責七個來自機場的樣本 好了 後來就發現 這些樣本和初步的報告不一致 經過這個檢視工作流程以後 他們就發現 這四個樣本 可能在化驗過程當中被對調 即是撈亂骨頭 是不是 這些根本上是牙牙污 如果四個樣本都沒事 那就當沒眼屎乾淨 盲看不到算數 自閉其中兩個是有事 這兩個有事的人 你就由機場放了他回家 整晚 你說他會做了什麼事 當然是在社區周圍走 接觸人 特區政府做了這些 真是非常兒戲 怎麼會減到撈得亂 寫了個名字在上面 那也很亂 如果有人 是因為你們這些行政室 不用到出現了什麼狀況 你的良心 過不過意得去 至於那兩件有事的 回家 那他們的家人 要不需要密切監測 要不需要閉關14天 又是沒有跟進的 這些什麼特區政府 你在做什麼 又無謂意志 什麼 真是離譜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星神旅行團 原來有20個人 滯留在秘魯的樹 這些人不用可憐 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下 仍然堅持去旅行 你說是什麼人 我看到有些很大愛的人 還在說 他們也是香港人 要救他們回來 這個旅行團是2月27號才出發的 2月27號是發生什麼光景 已經全球都有事 最好笑的就是 有些人說 那時候沒有說秘魯有事 沒有說南美洲有事 這些國家那麼貧窮 那麼落後 他有沒有檢測工具 你都不知道 印尼的話沒有 當初印度的話沒有 埃及的話沒有 用一下自己的死人頭豬佬 真是 見到那裏說沒事就說去去去去去 喂 不要說是否香港人 你這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還出發的 你有沒有當過香港其他的人 是人也成問題 現在又在這裡哭哭哭 又一會又賣弄悲情 又說有些 是要長期食藥的 那麼你還出發 你也很笨 健康的人 正常的人 都運在家 你明知道自己有事就別去 而且團費是十三萬二千元起 就是自己拿來賤 這些人告訴你 所以是不用可憐 所以是 你自己找到方法 就回不了 這些人 如果不要搞包機 還說了很多次 不負責任的旅遊 最好笑的 現在的盤友就不肯 他們就說 一早已經向星辰查詢了 可不可以取消行程退款 或者保留團費 不過星辰就說已經成團 所以拒絕 你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下 還堅持出團 讓我們只能夠在膽戰心驚底下 去旅遊而已 你星辰出團就要評估風險 沒有理由有事的時候 我們就要吃自己 跟他自由行有什麼分別 沒有啊 告訴你 這些叫做活該 十幾萬團費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就等於告訴別人 你的健康 你的生命 其實就是比起這個團費 就更加不值錢 因為你給了十三萬二千元 所以你就堅持如期出發 當別人不肯取消的時候 旅行社不肯取消 當然有他的責任 但是你自己也有個抉擇 是不是 如果說打開窗門會掉下街 你會不會照樣走下去 你都愚蠢 這些事情你自己要想 幾十歲人 其實這些去親旅行團 老實說沒有年輕人 活了一把年多 食鹽多過別人吃米 自己也沒有這樣的經驗 自己也抉擇不來 十三萬二千元你找議員幫忙 撿他嘛 笨蛋 還要自己以身犯險 現在滯留了 好吧 現在哭哭哭了 不用可憐了 我再說一次 最後就說一下 余景灣婚禮的群組 目前就已經去到六宗個案了 我們已經本住了良心 在節目那裡呼籲過無數次 所有的新人 不要在這兩三個月之內 再搞婚宴婚禮 不要再得到 邀約那些飯局 或者是要聚餐 不要再搞這些事情 害己害人 現在 終於害到什麼人呢 其中一名姊妹團的姊妹 以及他老爸 和他這個 兩歲大都不夠的女兒 就全部出事了 你說為什麼 是不是 結婚 結什麼婚才行 你結婚就是你的事 你自己簽旨 要搞這些形式主義 說什麼都不聽 所以我唯有呼籲那些人 如果有人邀請你去喝的話 你隨便轉數快 也好 Pay Me 也好 銀行過數也好 隨便給 當真是請瘟神 給一千元也好 八塊水也好 就給禮金算了 不要去了 幾多年老友都假 如果真的跟你幾十年老友 沒理由 在這個時候 還請你去飲宴 傻子 全都是紅門宴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